人體書 首先你喜歡看書 對中國文化有興趣 也是有優勢 因為你有興趣才會更加容易投入 還有你有這樣的背景才會更加幫助你認識 一進去要讀醫古文 如果你本身的文字比較差 你就可能要額外再付出多一點的時間 如果你本身語文好的時間就會快一點 但是都是要看你興趣先的 能力不可以慢慢再培養 因為有可能看這些語文的情況 其實是某些位置比較悶的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興趣 你很難用那麼多時間去克服這些問題 如果你喜歡歷史的話 你會更加容易去投入 你可能看古文的時間 你投入到古人那種的想法 你會更加明白背景 你學習會更加順利 因為學中醫其中一個困難的地方 因為距離我們比較遠 所以我們可能要透過讀一些古文去學習 所以你唯有去投入明白到古人想意的方法 想意的思路的話 對於你學習才會時半功倍 要懂得跟其他人溝通 而另一個觀察入微 都重要的 因為中醫也有一句說話 我們是醫一個有病的人 不是單單去醫那個人的病 反而那個人是我們的核心 因為中醫有一個核心的 變症論治 因應不同的症狀而去治療 可能不同人有這個症狀 其實都可能因為有不同的病因 當然細心也是很重要的 對中醫有興趣 或者想將來以中醫為你終身事業的同學 你首先的心態就是 不要以抱著去賺錢或賺錢的心態 一定要以病人利益為先 你要有體重別人的生命那種的心態 因為別人將命或健康交給你的 你首先一定要很認真去看待 就是態度要嚴謹 不能玩玩玩 因為你可能有時候一個做得不好 是會影響到他的健康 或者他的生命 即使你可能拿到入場券 讀到或者將來做到執業中醫師 其實都是要不斷去進修 所以就不要自滿 一定是要當自己一個空的瓶 吸納到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是你想學的東西 這個很重要 就是不斷學習 好像你做完五年或者十年的時間 都不要忘記最初你的初心的想法 這個都是我覺得做醫療 或者做醫護界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在我工作上 都要做一半數的事情 成功 所以我們要做的 所以我們一起去看 其實幟